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2日零点联合报记者毛婉婷,桃园报道梅奥又此一三分八头静默 图,中华篮球协会提供分享经过近一个月的休兵,FBL昨天在桃园巨弹展开下半季,未免军蒲园队与 达欣队厮杀到最后一刻,达欣在梅奥的大号三分球落空后,以80比82落败,本季遇上蒲园三战全败 达欣总教练范耿祥赛后认为可能是新球影响球员手感,不过梅奥认为,新球确实很滑,但这不能成为落败的理由 这场比赛在最后独秒阶段,落后一分的达欣原本战术要做给梅奥,不过球队却出现跑 为失误,球权又回到蒲园手中,达欣只能采取犯规战术,向施敬尧送上罚球线 施敬尧两罚中一,保有最后一击的达欣仍选择将球传给此一外线手感不佳的梅奥 他在三分线后两大步出手落空,无法助队逆转 达欣团队命中率不佳,三分球更是面二头紧中五,罚球命中率也只有五成 范耿祥表示,可能是因为换新球的原因,球上有一层胶导致比较滑 而此一三分球八头寂寞的梅奥也认为,新球确实比较滑,但这不能成为落败的理由,两队都是用一样的球,落败是因为球队表现不好,必须要尽快改进,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图元虽拿下胜利,但主帅麦班达脸上并没有喜色,他表示球队还有许多需要进步的地方,希望接下来12场比赛会更好 分享分享留言猎逸